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意儿 618的时候抢的 现在才送到 小米万兆交换机 只要349块钱 这个万兆交换机 那老张还是略知一二的 349是个什么概念啊 10万兆的交换机 10万兆 一个风扇3000块钱 一个风扇3000块钱 这台机器10万块 运行起来的噪音是这样的 真的受不了 这是我之前买的 8口的电口万兆交换机 TP-Link的 也要大概1400块钱 这么一笔349特别值是吧 但是它被骂惨了 为什么被骂惨呢 是因为市面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 用这个方案的交换机了 它是两个万兆的光口 四个2.5G的电口 别人家管这个交换机 叫2.5G交换机 它管自己叫万兆交换机 这是它被吐槽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 相同方案 别人家铁壳的交换机 最低价已经卖到了200块钱 也是4加2 然后它出来卖349 就这么被骂了 但是我一看 哇小米交换机好漂亮 所以买个体验一下 毕竟有两个万兆口 交换机的主体 全塑料的壳子 喜欢的人叫极简 无印良品风格 不喜欢的就是说 你这玩意儿散热能行吗 是吧 纯塑料壳子 后面带两个挂墙的这个织孔 网卡口是带指示灯的 然后这四个是2.5G的电口 这个是实际的SFP加就是光口 背后就是一个电源接口 配件也非常简单 说明书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DC的一个供电器 功率是12伏1安 就是12瓦 肯定跑不到12瓦 大概就是几瓦的一个样子吧 然后我还是会给大家稍微跑一下测试啊 看看能不能把实际两个网口实际跑满 2.5G插上 能不能2.5G跑满 但是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大家先千万不要冲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别人家管这个叫做2.5G交换机 我认为是合理的 他管自己叫万兆交换机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样的交换机 正常来讲是在堆叠环境下使用 什么叫堆叠 就是你很多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个交换机 他们之间用什么连呢 用光纤来理 你的主路由器如果是万兆的光口 那他出来一根线给他 对不对 这叫什么 叫uplink叫上连 那他再给下一集怎么走呢 叫下连 所以这个万兆接口就给下连了 所以他的整个网络的主体环境 分别用这两个电口来解决上连和下连的问题 所以他能够分配给这个桌面 这个房间的这个口 其实就是4个2.5G的网口 这就是别人管自己两个万兆接口的交换机 叫千兆交换机的原因 然后小米恬不知耻的管自己叫万兆交换机 但是其实呢 如果是家庭环境 我认为万兆接口还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如果有软路由 我的软路由做了两个万兆的接口 然后其中一个在机柜里面 比如说连的是我的一台NAS 然后我还用一个万兆的光纤线连到了我的书房里 所以我的书房里有一台NAS 那就可以用这个万兆接口 就至少它多出来一个万兆接口 可以接你万兆的设备 所以你要真想把它看成万兆交换机 也不是不行 小米的这个万兆交换机 它没有网管功能 所以非常简单 咱们先来看一下连接的一个情况 连接速度10GB 一切都是非常OK的 我用的电口的这个网卡的型号是 英特尔的X520 用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啊 咱们直接用i-perf3来打流吧 看看能不能跑满 9.47个G跑得非常满啊 牛逼 接下来咱们来再跑一下 2.5G的i-perf3的一个性能 OK 2.5G啊 跑得非常非常的满 实际传输大概是280MB每秒 温如老狗 测下来呢 整体还是没有什么坑的啊 背板速度60G 然后10G也能跑满 2.5G也能跑满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 并且比较稳定的一个 2.5G带两个万兆网口的交换机 但是溢价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别人家200块钱呢 跟它的方案 我就这么说嘛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极其相似 但是冲着这个极简外观 就要冲的米粉呢 你想用它来把你家的网络 升级成万兆 我劝你还是先hold住一下啊 首先它的万兆的口是光口 所以就需要你在家里面是要部署光线跳线和光模块这两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的价格 这一套加起来就要比一个啊 就要比这一个交换机还要贵了 当然二手除外 二手的一个模块 这一个也要大概100块钱 如果你要插猫棒 那一个猫棒的价格也基本上是半个路由器的价格 如果你想用光口转成电口 然后你们家部的这种RJ45的网线 你就完全可以通用了 对吧 一个光口转电口的万兆的模块 大概需要300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我劝那些想要把家里的网络升级成万兆网络的 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去搞一个TP-Link的万兆交换机 电口的 也就是1500块钱就搞定了 然后你们家的网线什么的 一概全部不用换 直接可以用